我也不是作家 我也不是大明星 我只是一个写文章的写作的人 现在我只能承认这个 虽然林青霞本人现在是这样评论自己 但回到1970年代 林青霞的美厌绝演艺圈 与秦汉秦祥林林凤娇合称二情二灵 然而美人情路多坎坷 她和秦汉秦祥林的三角关系 堪比戏剧 与富商行李员结婚 近三十年却旅传婚变 但如今六十八岁之际 她早已跳脱儿女之情 活出自己的精彩 也不断带给外界惊喜 等 等到你娶我的那天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要有信心的 1972年 十八岁的林青霞与同学 走在西门丁街头 内敛又空灵的美 被星探一眼向众 成为电影《窗外的女主角》 接着她以《纯纯的爱》 《鱼飘飘》等片 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爱情片明星 也是琼瑶电影御用女主角 以《我是一片云》 《月朦胧 鸟朦胧等片》 人气席卷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 之后她把重心转往香港影坛 凭借古装武侠片中的优异表现 成功转型 美酒也要品者高 大家都是酒到中人 我叫令狐冲 姑娘 你规格方明 方便告诉我吗 有两分资色 你也有两分资色吗 不管台湾的香港的 所有我的观众朋友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就在事业顺利发展之际 1994年 她与富商行李员闪婚 并且淡出影坛 会突然有这么大的决定 让人不得不联想 与她的坎坷情怒有关 你第一次见过 都是在影片里面见到我 对对 我当时拍《窗外》的时候 导演就跟你试镜 试镜在里面拍 我看到你和张丽人在一起 张丽人就很大方 都很感演 你便躲在她的后面 我不敢出来 是啊 我第一次都是在电线上看到你 七色桥 你第一次看到我 都是那个巴黎尼的视片 那里见到我 导演就说 你的同学可以演《窗外的女主角》 是啊 我呢 就觉得你比较像《窗外的女主角》 是啊 所以你今天 之所以 行的 应该多谢你 是啊 是啊 那怎么办 大背大高 哈哈 晏蓉 我爱你 爱疯了你 你爱我吗 这还用我了 林清霞18岁拍窗外时 与已婚的26岁秦翰相遇 两人的爱一发不可收拾 但正宫邵乔英坚决不离婚 秦翰没有办法之下 只好当起缩头乌龟 1977年林清霞与秦翰秦翔林 在琼瑶电影《我是一片云》上演三角恋 现实中与萧芳芳站在离婚边缘的秦翔林 也被林清霞的魅力所吸引 决定出手追求 片中的三角恋延伸到戏外上演真实版 然而受到两个有妇之夫青睐的林清霞 哪怕再怎么红 也扛不住舆论的指责 1979年 在第25届亚洲影展结束的当天晚上 传出林清霞服药自杀送医的新闻 当时有两种猜测 一是因为影展上没有一部自己的作品出现 二是和恋情绯闻被大家指责身心俱疲 答案至今悬而未决 也是在这件事之后 林清霞放下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 避走美国 刚离婚的秦翔林追到当地安慰她 随后就传出两人订婚的消息 然而在应该开心的日子 林清霞因为忘不了秦翰 哭红双眼 那时候我要订婚就前一晚了 我是三番纸打电话给你 那我说我第一天订婚了 那你 我打算是你了 你怎么订婚就没电了 我立刻来找你 哭 怎么知道你不是哦 你说 以后没什么反应 那没什么反应我就订了 1984年 林清霞解除维持四年的婚约 回到台湾 对于秦翔林 她直言 我很喜欢她 但从未把她当作爱人 另一头 秦翰早已离婚 在琼瑶的鼓励下 她打电话给林清霞 这一年 林清霞31岁 认识秦翰13年 两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他是我男人 他就是那个拿鞭子的人 1990年的电影 滚滚红尘中 秦翰两人再度于荧幕上重逢 林清霞更以此片 获得金马影后 18年的演艺生涯 我经过了无数的心入历程 我让我深深体会到 只要你执着理想 不断努力地去追求 成功终究是属于你的 她在影坛翻滚了18年 成功当上影后 与秦翰秦迁18年 却没有结出美好的果实 1992年 林清霞在大陆敦煌拍摄 新龙门客栈的打斗戏时受伤 外传当时他打电话给秦翰 想找他来陪 秦翰却说 机票钱谁出 那一瞬间 林清霞明白 他和秦翰走到底了 他的散文集 《窗里窗外》中 有这么一段话 似乎就在描述当时的他 有多么伤心 我把脸埋在草帽里 一路耸着肩膀哭回香港 传说梦江女为寻夫哭倒长城 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 哭了大半个中国 林清霞因秦翰满心伤痕之时 邂逅了香港富商行李员 两人交往半年后 40岁的林清霞宣布闪婚 退出影坛 他的理由很简单 他让我很有安全感 这段豪门婚姻幸福多年 近来却婚变消息不断 外界盛传 因林清霞没能替行家生个儿子 南方就在外面包养小三 并生下私生子 2018年甚至传出已经离婚 林清霞还拿了20亿港币的赡养费 更夸张的是 2019年年初 网路流传惊天动地的 秦陵世纪大复合 让林清霞本人直呼 太离谱了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所有的读者都认为 一定是人家代替的 那么现在 大家应该都接受是我写的 如今的他 经过岁月洗礼 面对这些纷纷扰扰 早已不为所动 他换身作家 出了四本书 倒进他的人生经历 展现属于自己的精彩 这是他第四本书 那么今年呢 他在香港又得了一个文学大奖 谢谢 谢谢 还有还有还有 香港大学给他荣誉博士 今年是清霞的走运年 我现在的心态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看到人家高兴 人家高兴我就高兴 所以我就常常做一些事情 给人家一些surprise啊 那你就要多写一点了 在做的很多人 给他们一个surprise 他们看到你写作了 对不对 多写一点啊 就要多写一点 林青霞这三个字 在电影史上 依旧星光灿烂 在美人史上 他永远令人惊艳 在作家史上 他不断进步 跟不畏惧 有新的尝试 你有没有考虑 将来自己创作一部 电影的剧本 或小说 有没有 如果有人找我 写剧本的话 我可以尝试 这个不错 混蛋了 这个OK 学习学习 这个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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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